大家好,我是艾云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神里灵华的角色攻略 当前最舒适的配对和输出策略 是利用冻结反应将敌人固定后 使其吃满灵华的元素爆发伤害 在开始讲解养成之前 先看一段灵华的输出流程 压底奥纳开大触发四中式 半夜扩散减抗兵并提供增伤 莫纳开大再提供增伤 再放出元素战绩触发四千岩 灵华冲刺贴身普攻触发天赋和雾切特效 心里人 首先是灵华的武器选举 最为契合的自然是专武雾切 极高的单手剑基础攻击力和爆伤副磁条 和夸张的四十增伤武器特效 缓解了灵华的攻击力和爆伤磁条压力 不时没有雾切 锻造武器天幕也是很好的选择 极高的攻击力副磁条和充能武器特效 还可以选择剂型单手剑狼牙和风单锻造武器海渊 不过海渊需要队伍拥有强力治疗能力的角色 触发特效 例如下落地 星海 圣仪物选择四兵套 配合队伍双兵元素共鸣 对冻结敌人有着高达55%的额外爆击率 即使是无法冻结的BOSS 也能够稳定获得35%的额外爆击率 由此可得 灵华的暴击磁条需求并不高 所以圣仪物就用攻击杀 冰伤杯 暴伤头 虽然圣仪物特效给很多暴击率 但还是需要30-40的暴击打底 其次 灵华主要依靠元素爆发输出 也需要一些充能效率 120%左右 最佳 天赋等级优先元素爆发 其次普攻战技 命神帽万莫 可能是灵华持有率最高 也是简单易懂的配对 灵华涌动的第二位兵元素角色 主要是为灵华充能 以及其他辅助功能 武器选择技力攻 双战技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能量 实战充能掩饰 大概是65% 再加上实战中的怪物能量球 正常循环中不会有充能压力 圣仪物携带四中式 为灵华提供20%攻击力 天赋点几集战技即可 另外我有观察到 有些人为猫猫带4千岩 但4千岩的特效仅仅持续3秒 不能完全覆盖 所以不要为猫猫带4千岩圣仪物 要给莫娜带和猫猫一样 200充能的莫娜就能实现循环 并且在灵华前出场 可以携带三星武器讨龙 提供48%攻击力 战技幻影可以持续挂水 支持灵华打完元素爆发 持续5秒 最关重要的3号风系减抗位 圣仪物4风套减抗 半夜天赋能让自身元素精通转增伤 所以圣仪物以及武器词条 追求全精通就好 不过现在封担版本 我选择戴圣剑 用以破除帮忙 圣仪物就是灵华最好的第二位兵 但圣仪物没有一命的话 不建议戴专武吸灾 可能会影响队伍循环 建议携带西风枪 圣仪物2攻 加2攻或者四周世界可 明命带冲能杀 一命攻击杀 天赋点战技和爆发即可 元素爆发提供范围抗性降低 和冰伤加成 点按长按战技 还有不同的增伤 战技会让全队造成冰伤时 额外追加基础值 简单的说 就是让其他角色造成冰伤时 提高攻击力 加成的攻击力 由深刻的攻击力决定 实战看看效果 一律奉行 擦风 应语 代词显现 冰吹斜 这里6万的元素爆发伤害 就是吃到了深刻冰龄的效果 空间4万就是冰龄消耗完后 原本的伤害 在封担版本后 明华配队也有了新的选择 在这个队伍里 2号冰位是下落地 需要200以上的充能 并且因为鞋带西风密点 还需要一些暴击率 胜利油物还是四周四就好 天赋只需要点元素爆发 提高奶量 4号挂水位用的是弗宁娜 天赋点战绩爆发 实际爆发 能够提供75%的增伤 比莫娜高一点 并且战绩也拥有不俗的伤害 这里圣里物就选择带黄金巨团 由于是单水队伍 所以我要换上充能杀 因为弗宁娜产球能力很强 所以只需要170左右的充能即可 5-7可以带风单钓鱼 5-7水管 若是圣里物充能词条不够 刚好补上 因为我的弗宁娜是二命的 所以这边拆掉四个圣里物在实战 有人可能想问 为什么下落地不带讨龙呢 因为下落地作为产球卫 和猫猫一样 需要开场或中途切出来开战绩充能 并且讨龙三星武器攻击力太低 可能导致下落地打量不够 因为弗宁娜下掉了四件圣里物 所以复兴能力没凸显出来 但队伍逻辑以及循环也非常合适 目击 让世界热浪起来吧 买得好姿势 下落地 为您报道 好 成立哦 以上就是凌华涌动养成的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求求点赞 关注转发支持一下 感激不尽 记得关注再走